磨 磨 磨 磨好磨 磨好磨 磨好磨啦 不要忘記要撕薄 調好六位 六位不對 要調好圈 差不多扯到了,反後退 有的時候,瓦工器是這個方向 就是這個方向 還差一點 六位調好了 以後開始,攝黃切料 這樣 黃切料的使用 先 放一個物料 然後點凍 一起點凍,一起過來 看這個燈 有一個燈 會 變黃色的 慢慢點過來 這個物料 加到這個物料的前頭的時候 它燈會亮 亮了 然後 按 物料前 位置 確定它 然後 確定 然後它就輸入一個參數鍵器 太 光光了 輸入一個參數鍵器 然後 繼續點凍 繼續點凍 讓那個 物料走過去 一直到這個燈會滅 滅了 以後 按 物料後 位置 確定它 確定 物料前 位置調好了以後 按 繼續點凍 繼續點凍 讓它這個燈 感應開關 這個燈會滅 裡面 沒有啦 以後 按 物料後位置 確定 然後點過去 把物料點過去 以後 把 黃切肉 黃切肉 開關 開了 然後啟動 這樣就可以了 你包 這個產品 要保護得精確一點 就輸入這個誤差範圍 如果把它輸入是5的話 它的物料精確準度更高 如果你把這個誤差範圍 輸入大一點 準確率就低一點 好 好 好 成長 成長 追蹤 我們 沒有 操縮 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